來吧 這樣搖髮, 會不會弄傷頸部? 不會的 讓我來, 來 Eason, 幫忙, 先握住 pag慕… 救命呀, 盖兒監 Anat, ama, 你喊得那麼大聲救命 旁邊會不會以為我們發生什麼事 就打電話機 如果這樣 就要合闖了 為什麼? 開口就合你 現在當然是開口就合你 是呀, 別吵… 快找東西塞住他的口, 別讓他咬到尾巴 塞什麼? 塞拳頭進去 那他咬你 是呀, 那我就不塞了 六姑娘, 我有話說 找一隻蜜塞進他的口就最安全了 那要穿過還是沒穿過呢? 哪有選擇, 最近那隻 媽, 你又穿蜂蜂蜂蜂蜂 我穿腳面膜, 今晚, 媽媽, 你自己脫 來 來 Brian, 不用怕 這隻蜜蜂蜂是可以救你一命的 放心吧, 隔著他的口罩放進去 很衛生的 我沒事了, 我沒抽了… 這隻蜜蜂蜂蜂真的有用 還沒塞就已經救你一命了 我認輸了, 我不救你們玩 玩?我們這麼認真救你, 你說要玩嗎? 是呀 你說你剛才是玩嗎? 是呀 你們玩了我一整晚 又說我有腦間症, 越抽越蠢 我就打算扮大抽一下你們 你好玩嗎?你拿個病來玩嗎? 我對你真的很失望 你知道嗎?如果你剛才真的病發 而我們不救你, 你知道有什麼效果嗎? 有什麼效果? 我也不知道 我剛才做知識的手索物事 我沒看到, 我怎麼知道呢? 但我想問, 剛才你們一群人按住我 然後又塞了一隻蜜蜂 又說口罩, 是不是真的對嗎? 葡萄牙綠姑婆說是對的 我明白了, 靠故事好牙煙 我還是去看醫生的 你這次不要放棄我們 不會了… 早點看, 早點醫治, 早點好 就是了, 如果你在公司 有什麼事的話, 那怎麼辦? 是呀, Brain 一場兄弟, 我一定會幫你 我會隨身帶著媽媽的黑屍 可以救你一命 送給你 寶寶 是呀, 我說真的 別說這麼多了 Brian也知道要去看醫生了 我們還是去睡覺吧 那又做託了 各位又晚安 Good night again, Brian 這次雖然你說對了 但好像已經天亮了 各位早安, 早安 早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醫生願理 這集有我, 梁恢寧、Maggie 和胡志遠醫生 Justin 為大家主持節目 我們一連幾集 講解腦閒症 即是坊間所說的腦癱症 希望觀眾除了在健康資訊上有得著 亦希望可以引起大眾關注 可以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誤解和歧視 而最重要的就是學會一些急救的方法 好像在廚藝劇中 幸好Brian只是假裝抽筋 萬一真的遇上有病患者發作 亂失誘入他的口 真的隨時會搞出人命 所以今集我們集中說一些 針對腦閒症的急救資訊 還有同路人如何互相支持 介紹介紹一下我們今集幾位嘉賓 他們分別是 老神經專科馮濱熙醫生 疑科老科專科 廖鑑添醫生 香港協閒會執委 李應兒 Mabel 還有腦閒症患者 周一鳴 阿Ming 歡迎各位 經過了幾集 我自己對腦閒症的認識都加深了 才發現原來這個病一點都不罕見 但可能在社會上 仍然會出現一些標籤化 例如還會叫發揚調這個名字 首先問一下廖醫生 其實家長對子女的病 他們會有甚麼想法 其實接觸過那麼多家長 他們的小朋友有腦減病 我發覺有兩個不同的看法 有些譬如家長的小朋友 比較嚴重的腦減病 反而他們就很想 不介意別人知道 他小朋友有腦減病的問題 因為他很想尋求多些 幫助他小朋友的方案 或者是可以幫助小朋友 減低抽搐的情況 另一類就是 小朋友的腦減病是比較輕微 或者是過渡性腦減 家長就取向於 不想讓外奸知道 他的小朋友有腦減病 我也不怪他 因為他很多時候 如果是小朋友標籤了 即是標籤了腦減病 都會有很多的 生活上的掣肘 都會有很多的 例如賣飲梳 例如入學校 都是有很多這樣的情況發生 所以我想 那個情況也不是不常見 我想另一個做法就是 譬如家長應該都要讓學校知道 因為如果 為了小朋友的安全著想 如果學校有些 抽搐、大抽搐的情況 至少老師知道已經討論了相應對的方法 例如上體育課 作出甚麼安排 他們自己也有一套的應對方法 馮醫生 我想問一下 大人的腦癌症患者 在做運動的時候 有需要治癒甚麼呢 基本上我們都覺得 做正常的運動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尤其是腦癌病人用藥物控制好之後 正常的運動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就要小心 可以計劃走的人陪著 萬一發作可能會有問題 尤其是做一些比較危險 例如潛水那些 那些可控範圍比較難 可能那些運動也需要避免 提到做運動 要跟周一鳴、明聊聊 因為他不僅是熱愛單車運動 還參加了很多比賽,有不錯的成績 Ming,你現在的病情也控制得不錯 其實你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上 會不會帶來一些不方便的 其實只要按照醫生的指示 定時間復一 在日常生活對我完全沒有甚麼影響 相反地在工作上 因為我的工作 駕駛也是其中一部分 在這方面 其實就不太容許我去做 唯獨是這件事影響了我 朋友和同事其實對我的支持 都沒有因為這個病而疏遠了我 其實他們對我很支持 而且也會幫我留意一下 我有沒有不正常的反應 會通知我 Ming,你不僅是克服了腦癌症 還沒有放棄你的單車夢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本身都挺喜歡踩單車的 尤其是在一次左腳的細菌感染之後 因為做了很多次手術 其實當時也很擔心會走不回路 在那次之後 我對單車的城比以前更加熱 我由最初只是普通踩單車景 現在接著去到川州過省 周圍都會去 最遠試過從成都踩到拉薩 其實這也是很多單車熱 我單車朋友的一個夢想 我自己也完成了 之後我開始參加很多耐力的比賽 我還很幸運地拿到資格 參加一個上百年歷史的 在法國舉行的單車活動 這個活動是由巴黎來回布雷斯特 這個也有1200公里 要在90個小時之內完成 過程還要睡著路邊、草皮 其實還會風餐露宿的過程 其實也挺有挑戰性的 我也想跟其他有病患的朋友說 其實大家都不要因此而藏起自己 我們仍然等於一個正常的人 只要我們有醫事去吃藥 其他人做到的事,我們也做得到 Ming你的經歷令我相當佩服 病者自己用樂觀、積極的心態 去面對病情當然很重要 但如果有同路人的支持 甚至運用自己的能力 去為同路人爭取權益 就更加難得了 Mabel本身就是腦癌症患者 現在就是香港協行會的執委 Mabel,可否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為病友爭取過甚麼權益 在1996年,金鐘地鐵 為了安全起見 在月台想試驗一個閃燈 在列車的納磅上 試驗這個閃燈計劃 但是我們部分腦癌症的病人 對於強烈的閃光 令到它會誘發發作 所以當我們知道之後 我們覺得這是對我們很重要 我們成立一個關注 金鐘月台閃燈計劃的小組 我們家屬和病人一起去 大家努力去開會 去談談 如何跟地鐵公司談談 然後他說 我們要做一個合法的社團才可以 然後我們聽他說完之後 我們申請成為一個註冊的合法社團 然後我們就簽了聯署的意見書 病人聯署簽了百多二百份 我們就遞給他們 他們之後就成功取消這個閃燈計劃 我們就很開心 因為我們大家發揮到自助互助的精神 原來我們大家的合作是這麼重要的 所以我們跟著 我們大家最後在香港復康會 以及一些老科醫生的支持之下 我們在97年3月16日 正式成立這個香港的協簡會 從這件事裡面 你會否覺得社會對腦癌症的患者 其實了解不足夠呢 其實你們還想幫我們的病友做些甚麼呢 因為社會大眾經常都說 這個瘋癌症、羊癌症、發羊吊 經常說這個名字 其實我們在2010年的6月27日 已經證明了腦癌症 因為我們很積極地為了這件事 最多謝都是老科醫生和香港復康會 我們證明了這個名字之後 然後我們就很開心 我們不會這麼自卑 而且我們覺得不會被標籤了 而且我們覺得跟親朋戚友 都可以去說我們有這個病 其實我們這個病是正常的 有正常的工作、有正常的生活 我們又可以做義工 又可以回歸社會 所以我覺得我們根本完全是沒問題的 在節目一開始我們也提過 如果我們看到有人老闆發作的話 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或者不懂得急救 隨時會搞出人命 馮醫生,不如你和大家分享一下 急救有甚麼技巧 可以記住這個口訣 守望相助 守其實就是守護病人 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靜 扶著病人慢慢地躺下 可以的話就是觀察病人 究竟他的病徵、表徵 我們經常說他的表徵是甚麼 究竟他腦間發作的時候的狀況是怎樣 可以記住 對之後醫生的診斷是有幫助的 望就望望四周 其實發作的時候 因為病人不清醒 有機會撞到 有危險性 我們大家可以移開硬物 去有危險的地方 就移除他 或者將病人拖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接著就出手相救 有時可能病人不知道何時發作 他穿緊身衣 或者頸固實了 可能幫他解解三樓 脫眼鏡 可以的話 將他抽完之後 又做一個復原額色 簡單可能將他打側身 希望他盡量不要有口水 逐在肺中 打側身便會流出來 到最後了 就是尋求協助 萬一有病人 如果抽了三至五分鐘 都還沒醒醒 或者還抽筋筋 我想也要盡快找救護車 去幫助病人 廖醫生 不如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甚麼是市民不應該做的 因為很多時候 過運了一個文學研究 說家長第一次看到小孩 有些抽筋的現狀 他們就非常之害怕 他第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的手指塞進小孩的口 希望撬開口 讓他喊氣 其實非常大創 經常都看到家長 他們做這個步驟 要麼手指咬得很傷 如果你是否幸運 隨時的手指可以咬得也不奇怪 另外 如果小孩的口說 咬牙咬得很緊 家長就說 不要剃手指了 我把匙巾放進去 或者剃布 想尿開他的口 要麼小孩就要脫了幾隻牙 要麼匙巾咬得很傷口 這次大家千萬不要做 你把手指塞進去 又是很大件事 因為隨時會 塞住了氣管 小孩會窒息的情況發生 有時小孩如果去抽足的時候 手腳會很僵硬 如果有些家長不知道 就希望把手拉直 或者是把他放在正常的位置 有時他會過用力引起骨折 千萬不要做這些事 如果剛才 馮宇珍提到 如果他的抽筋過了某段時間 就應該找人幫助我 或者叫救護車 有很多時候想補充一下 如果附近有些診所 近的診所可以立即找的 醫生因為很多時候 他裡面有些急救用的紙抽筋藥 例如塞肝門的紙抽筋藥 那一剩下就能給他 就可以在那個牙牆 有很多機會把那個紙抽筋停下來 馮醫生 我們以前提及過 就是腦閒發作 是由於腦中 一些不正常的腦電波導致 所以對患者 和患者的周圍的家人來說 避免一些環境因素 引致這些不正常的腦電波發作 其實也很重要 那其實有些甚麼 我們要小心點要避免的呢 是的 之前也有提過 如果睡眠不足 睡得不夠 容易太累 那也是容易誘發 所以這些要避免 其他例如某些藥物 或者過量的酒精 都會容易誘發一些腦電波發作 另外有些可能一些 特殊的閃光 不同頻率的閃光 可能都會容易誘發 一個腦電波發作 所以還要提一提一點 就是不要突然停止腦電波藥 有些人有一段時間覺得自己沒有發作過 我可不可以試一下突然停止藥 自己自行停藥呢 這些我們不要建議 因為真的有試過自己停了藥 那時候那個發作就出現了 藥用今年國際腦閒日 在香港的口號 你我都是二十分一 其實腦閒症並不是罕見病 在二十人之中 你和我一生之中 都可能會有至少一次的腦閒發作 所以作為社會一分子 我們要消除其事 最好就是由認識這個病開始 沒錯 認識腦閒 守望相助 面對每一種病 都是要先認識它 然後就要面對它 最後如果可以做到互相支持 大家守望相助就最好不過了 接下來有現在到訪環節 看看今集有什麼 疑科健康資訊介紹給大家 Maggie有一個18個月大的女女月月 月月抱著的cushion叫做固固 月月無論是睡覺、吃飯還是玩 都會抱著固固 有時候一拿開它,月月就會哭 Maggie很想知道 月月這種對物件或公仔 產生依賴的情緒 對於她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瑞敏? 鄧醫生 鄧醫生,有位家長 小朋友有依賴物件或公仔的情況 想請教 不如我們透過視像的方式 跟她聊聊天吧 好 你好,Maggie,你好 在我身邊是鄧醫生 你好,我是鄧醫生 你好,瑞敏 你好 對,Maggie 你是否有小朋友的依賴問題 想請教一下 對,鄧醫生 關於我的女兒月月 我們大約半年前 就拿了一個籃籃 放在她的床上 免得她撞到頭 但她拿來玩 然後很明顯喜歡了籃籃 就跟她改了一個名字 叫做古古 我經常會跟她聊天 輕輕摸一下她 又會學我們為她吃東西 喝水和探熱 而且有時她的情緒失控 哭 無論如何哄都哄不到的時候 我們給她一個抱枕 她就會抱著石頭 就會很開心 我想問問一個小朋友 對一件物件或公仔 那麼依賴是否常見 以及為何小朋友會這樣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這件事我們叫做小朋友的餵植物 或者英文就叫做 comfort object 是小朋友心靈上的一個依賴 會給予安全感、穩定感 尤其是當小朋友在心情不好的時間 又或者去一些陌生的地方 陌生的環境的話 又更加喜歡抱著她 來拿回一些安全感 同時間很多小朋友 都喜歡在睡覺的時候 都抱著自己的餵植物 讓自己睡得軟一點 對,說起來也有同感 因為我小朋友 小時候有一張很安慰到她的小朋友 我們去旅行也要帶著 但我最近有個問題 就是月月開始回嬰兒院 就會在那裡睡著 但老師就不建議我們帶個濫陣回去 因為可能一個老師要看幾個小朋友 就怕睡覺會推著 會有窒息風險,看不到 所以月月五歲的時候 就會在學校很快醒 我們就想不如試試完全戒掉 試了幾晚之後 她都哭得很厲害 她還未懂得說話 但也會用詢問的眼神 問我們 姑姑?她去了哪裡? 我的小朋友 我們看到也覺得很心痛 就想問一下醫生有甚麼意見 其實是否需要戒掉 我們也不鼓勵要一刀切割植物 其實本身的餵植物不是壞的習慣 不是一個行為的問題 所以做父母也不需要太過擔心 反而我們多數鼓勵順其自然 當她需要餵植物的時候 我們繼續讓她抱著 給她多一點安全感 其實她就會睡得軟一點 但是在月月這個情況 她真的回嬰兒院真的不可以戒 那怎樣可以幫到她 又真的可以睡得好一點呢 我們可以有些動作 令到月月多一點安全感 譬如說我們送月月回去的時候 我們帶了姑姑一起出門口 直至去到嬰兒院門口要分開的時候 我們就叫月月跟她說再見 令到她知道有個分開的時間 不過同時我們也跟月月說 就是我們會帶上姑姑 放學的時候我們一起來接她 這個分開和再次見面的動作 其實雖然會有一些不捨得 不過在她分開的過程裡面 還有一份希望知道會再見她 她就可以安心很多 但我想問小朋友有沒有說 依賴一些物件的情況 去到幾歲就會自然撕掉 還有會不會說不同年紀 寶寶至幼兒 他們依賴的東西都可能會不同的 其實真的慢慢長大之後 當小朋友越來越有安全感的時間 就越來越不需要這個威植物了 至於每個小朋友 是用哪一種的物件 或者玩具 或者公仔來做威植物 其實每個小朋友都會有些不同的 所以很可能都是一個 獨一無二的威植物 事實上去到成人的階段 也有很多大人都還拿著威植物 我記得2011年 有一個外國旅遊網站的調查 就發現有三成半的英國人 在長大之後 還拿著自己的紅公仔去睡覺 所以其實真的沒有說 一定小時候要戒掉她 要撕掉她 所以Maggie真的不用那麼擔心 順其自然 我姑姑和寶寶感情好 也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謝謝你,謝謝鄧醫生 謝謝,瑞文,謝謝鄧醫生 啦 啦 bowling 讓你認識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